很重要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行动和嘴巴是怎么样出来的 实际上是由你的心来控制它的 所以它和年龄财富和环境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拥有一颗知足的心 快乐就在你身上 你如果这个人想得到快乐 不是增加财富 而是你要懂得降低欲望 你的欲望越少 你人越快乐 你财富需求的越多 你越痛苦啊 看看别人好了 以为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这就是根基不同 所以佛法八万四千法门 就是应运而生 因为